第四1992章掌控影界 影界 录影不断顺移 拿到界星 催动 改变方式 时不时也抬头看向张婷与佐婷方向 张婷一变在他意料之外 老瞎子他们出手看似急切 但以录影对他们的了解 没点准备是不会这么干的 与其说急切 不如说果断 倒是佐婷 看起来千机鬼眼万无一失 应该可以带出快足 但上次已经发生过快足冲击流营一事 各大主一道不会没准备 应该不容易 而且 自己也不会让快足那么容易出来 在此之前他已经让王晨晨联系王家 尽可能利用王家的力量 再把快足压下去 当然 前提是自己已经掌控了影界 此次快足若被带出 自己确实有功劳 可也没那么大 而且快足一出现 增强了死亡一道力量 与人类可没好处 陆颖更希望将快足所死在流营 最好灭绝 如同他想灭绝最终一样 主宰本身极强 而他麾下的主宰一族同样强大 主宰一族之外还有依附的种族 要想对抗主一道 还得一步步来 吃回目光 陆颖专心寻找戒心 有的戒心没了 毕竟过去了太久太久 戒心虽然不容易被找到 但有时候机缘巧合没人说得清 当然 即便戒心没了 没有催动方式依旧无法掌控方 只能说有些方彻底成了无主方 一个瞬移消失 在出现来到不断坍塌的星空下 录影惊疑 这是 头顶 巨大阴影笼罩 录影笼罩于黑袍之下 虽然不怕被外界看清 可隐藏一下最好 呼星穷坠落红流 如同将森林化为泥浆 令宇宙充满了绿色 录影一个瞬移消失 远离刚刚的方位 再看去 只见一个巨大的树形怪物时而出现 时而消失 仿佛融入了星空 他盯着那个树形怪物 两道规律强者吗 影界 自从死亡一道离去 这整个一界就相当于无主的 七十二界众多生灵来到了影界立足 在这里不必担心被方攻击 更不必担心有主宰一族前来抢搏方 因为没人能得到 所以影界也可以算是七十二界最混乱的界之一 不过随着死亡一道归来 为了阻止死亡一道夺回影界 周边的界不断发动界战轰击影界 每一次界战都会导致影界死伤惨重 渐渐地 原本在影界立足的众多生灵逃离了 唯有一些在外界无法立足的生灵留在影界 这些生灵要么本身身份敏感 要么就是有仇敌 不过他们都有个共同之处 存在能在界战轰击下保命的本事 当然 都是躲避界战 如果硬抗就是方行者了 也就没必要这么躲着 但能躲避界战也相当不容易 毕竟界战轰击范围极大 所以影界藏着一些厉害生物 这棵大树就有着时而消失的手段 能避开界战轰击 滚 这是我的地盘 大树发出嘶吼 震荡宇宙 露影皱眉 它对大树一直有好感 母树帮助天元宇宙的人类抵挡过永恒族 后来又一次次吸收绿色光点 成为反抗主宰的手段 所以看见树莫名的亲切 但这棵大树就有些不上道了 一个瞬移出现在大树眼前 直接一脚踹出 恐怖无边的力量将大树生生踹断 大树亥然 毫不犹豫转身就逃 露影也没追 拿到戒心就走 远方 大树金句 好恐怖的强者 那一集不仅仅是能踹断自己身体那么简单 更将虚空剥离了 让自己无处可藏 影界怎么会来如此恐怖的强者 还是不能带 必须离开影界 寻找戒心的过程中露影碰到了不少生灵 其中甚至看到过三道规律强者 不过那个三道规律的并未阻止他 甚至让了让 不愿发生争执 露影更不会找他麻烦 不久后 露影停了下来 结束了 他把自千机鬼眼 纳得到的所有影界的戒心都拿到了 本尊沉睡 分身走出 催动戒心 降临死急 彩色的唯美宇宙 自死亡一道归来后就有了黑暗 不过这股黑暗无法令彩色改变 只是多了一道颜色而已 那道颜色 本应该是宇宙原本的色彩 随着陆影催动戒心 影戒震动 七十二戒上方 唯美宇宙重 一股黑暗宛如瀑布流淌 朝着影戒而去 无数生灵看到了 瞳孔闪烁 那是接引力量 有方接引了死急力量 不对 一个方不可能接引那么多死急力量 那是 戒 张廷 老瞎子神色凝重 身旁站着行追 同时盯着前方一道身影 十不站 没想到啊 十不站宰下竟然有心情阻拦我们 十不站冷冷盯着老瞎子他们 我追踪你们很久了 方寸之巨有你们的影子 现在内外天也有你们的痕迹 我倒想知道 谁给你们的胆子不断挑衅我主一道 行追 眼底深处带着巨异 十不站 这可是岁月主宰一族存在内外天的最强战力 一个明着劝你不要一战的怪物 他到哪哪儿只能他说了算 没想到会是这个怪物挡在前方 老瞎子无奈让宰下失望了 没有谁给我们的胆子 我们啊 都是从刘盈逃出的贱命 死不足惜 但如果宰下死在这可就不太好了 刘盈内 去无力正与那个看守姑的三道规律强者一站 十不站瞥了眼刘盈 让我死 看你们够不够资格 老瞎子神色一领上 陡然的 双方停下 回望七十二界方向 看到了大片黑色流淌 宛如在冲刷内外天 十不站瞳孔抖缩 隐界 死亡一道终归掌握了隐界 是那葛城 可为什么那么快 就算寻找戒心也不至于那么快 莫非戒心大量存在于几个方位 左庭 千机鬼眼宇刀盒面前也出现了两道身影 一个是命凡 生命主宰一族老家伙 另一个是气韵主宰一族生灵 能与命凡同时出现 必然是一个层次 千机鬼眼看着挡在前面的两道身影 凭你们能挡得住我 刀河上前一步 我快足既然出来了 就不会再回去 命凡头疼 怎么会这样 原以为在看戏 他们甚至派出了不少生命一道修炼者进入罪界 分散最终的注意力 浑水摸鱼邦邦死亡一道削弱因果一道实力 可结果发现都被利用了 那葛城 或者说死主真正的目的是引戒与快足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虽然只是晚了一步 可就是这一步要命了 快足没出来还好 拖住千机鬼眼就行 可如今快足出来了 刀河那的老家伙也不弱 想再把他打进去 必然要配合戒战 可张婷也发生了变故 时不战没来 应该就是去了张婷 因果一道游完全帮不上忙 死主这个时机选得太对了 一出戏 硬生生把看戏的都拉上台 那么现在谁在看戏 千机鬼眼 你这么做破坏规矩了 如果以后谁想带走流营内的生灵 是不是都可以直接轰击屏障 如此 主宰的威严何在 命凡开口 千机鬼眼不屑 死主的威严就不是威严了 死主一句话 流营内哪个种族不得乖乖交上去 你们偏偏把控着快足 如今喜荣文明灭绝 快足我已经带出来了 因果一道半费 看你们还有什么本事再把快足送进去 顺便说一句 硬抗十葛戒轰吉 可还没到我的极限 命凡悍然 不可能 谁能掌握九葛戒 就敢跟主宰碰一碰 若超过十葛戒 主宰都得跟你商量是 这个传说夸张了 但不是没道理 一旦掌握九葛戒的力量 内外天除了主宰 再无能压制者 可以算是主宰之下之强的存在 即便同层次也压不下 想要镇压此等强者 须主宰出面 千姬鬼也能硬抗十葛戒轰吉 代表了他的实力 唯有主宰才能压下 这也是命凡与气运一道 那个强者出现的原因 他们是打算联手拖住千姬鬼眼的 可现在刀河出来了 拖住千姬鬼眼也没意义 何况真的拖得住 千姬鬼眼的极限在哪谁也不知道 这时远方 黑暗流淌向尹介 千姬鬼眼看到了 诧异 这么快 在他计算中 臣就算要掌控尹介也不至于那么快 可现在尹介就是被他掌控了 命凡与那个气运一道强者也看到了 颇为无力 尹介回归死亡一道 快足也出来 内外天从未有过的变故 莫非死亡一道真要彻底回归 拿回曾经的一切 尹介 陆寅已经不管外面 外界如何 此刻 他要修炼力之法 自从在死海炼成力之法直到现在 陆寅这具骷髅分身都没怎么修炼过 当初修炼了27道力气 算是有点用 但用处不大 与连城还有唐一战就感觉出来了 力气共有108道 或许唯由死主炼成了全部的力气 陆寅不需要全部炼成 只要炼成超过50道 就足以在三道规律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 抬头 望着死即力量宛如星空沉降 身体缓缓上升 没入黑暗内 体之一气力之绝症乱体以号神分体以号气 第四1993张反击 每一道力气都是一道组合修炼者体内力量运行的点 也可以说是修炼者力量的疾病 宇宙相生相克 一切生灵皆会生病 力量同样会生病 死主开创出力气之法 让修炼的力量生病 这种想法全无古人 也让录影对死主越发忌惮 有时候最可怕的不是力量 而是思想 当一个人的认知 思维 达到一定高度 做什么事都很简单 因为无论什么事 都是生物之间在运作 当你能超越所有生物 掌握这个宇宙的规律 那就没什么能难倒你 主宰 必然就是掌握了这宇宙修炼界的规律 压下了一切生灵 他们看透了生死 看透了岁月 看透了因果 看透了一切的一切 想要超越他们 光是力量 远远不够 鼓语 力气 死即力量都在朝一个方向指引 那就是死亡 死亡 意识新生 从这点看 死亡一道其实是所有生灵的敌人 入影沉浸于死即力量内 这些死即力量源源不绝 来自死海 更来自死主 他想了很多 脑中固定的两个字便是死亡 而死亡 他体会过远远不止一次 当力气修炼之法入门 需要的就是时间 如同因果一道的乾坤二气 气韵一道的气旋 生命一道的百月等等 入门了 只需要时间就能增强 可最终谁也达不到主宰的高度 是不是意味着主宰不仅封锁了其余生灵向上的阶梯 也同样封锁了同族的阶梯 酷白色穿透黑暗 于露营眼前一闪而过 露营陡然睁眼 虽然骷髅没有眼睛 只是代表这一刻 他苏醒了 生命的力量 世界战 他陡然转头 因果螺旋穿透 将黑暗撕开 远方 一道道光芒不断穿透引戒 将引戒打成了筛子 主一道开始攻击引戒了 那意味着张婷与左婷的变故结束了 露营深呼吸口气 自己在死集力量内修炼明明没多久 却好似过了一段时间 而体内力气居然增加不少 增加得那么快吗 不应该 还是说 自己能增加得那么快 这力气特别适合自己 他记得之前蒙蒙隆隆中想到的 既然力气 乾坤二气 百月等等都可以通过时间增加 即便再缓慢 那些与主宰同岁月的老家伙 也应该够得到主宰的高度才对 但无论怎么看 主宰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就意味着自己之前猜的是对的 主宰不仅封锁了其他生灵超越他们的可能性 也将同族的可能性封锁了 不管是立气还是百月 乾坤二气等等 增加到一定程度 想再增加 或者蜕变 都只能是主宰才可以做到 才知道怎么做 紫色光芒迎面而来 这是气运一道的力量 路影避开 当即催动戒心 他也想试试这戒战的感觉 七十二戒屏障外 不少生灵望着远方 看着一个葛界轰出力量 全都攻向尹界 这个臣够狠的 以进攻罪界为幌子 忽悠各方 若非如此 快足怎么可能冲出流营 如今快足已经出来 事实无法改变 上九戒格局要变了 快足一定会拿回快界 而尹界也被这个臣拿走了 死亡一道再不断拿回 曾经属于他们的一切 倒是张廷被石不战宰下 镇压了 姑没能逃出 但对张廷出手的 那个人类老瞎子也跑了 没想到石不战宰下 都没能留下他们 所以宰下现在心情可不怎么样 如今各方围攻尹界 已经没有意义 倒不如说是发泄 我感觉不是这个臣的手笔 如果背后不是死主布局 这个臣此举等于也耍了死主 当然不是他 他哪来的胆子挑衅因果一道 细耍所有主一道 看 尹界反击了 黑暗化为光束朝着罪界攻击 看到这一幕的生灵皆无语 这是彻底盯上罪界了 刚刚 罪界可没有攻击尹界 这个臣也太针对罪界了 尹界内 录影不断躲避 他的方位似乎被摸到了 界战轰击范围本就极大 以骷髅分身的速度也难以一下子躲避 尤其界战轰击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算是体验了一把界战的感觉 当罪界也将因果螺旋轰向影界的时候 录影不完了 以影界对抗众多界的轰击 白痴才这么干 万一被其他界的轰击命中是要倒霉的 接下来 是时候去罪界了 影界不再反抗 不断被各种光束穿透 里面的生灵就倒霉了 原本很多生灵自信能躲避一些界的轰击 可此次其他主义道明显怒了 快足地逃离让他们将愤怒发泄到轰击影界上 以至于就连那个三道规律强者都被界战给轰成了重伤 不得不想办法逃离 其他生灵要么运气好 要么救得死 影界被轰得乱七八糟 就在这种情况下 一则消息传了出去 臣 申请进入罪界 这则消息必然出自大界公 而且是罪界的大界公 唯有大界公才能第一时间知晓谁申请进入 外界哗然 那个臣居然真去罪界了 莫非进攻罪界不是为了救出快足的幌子 他真要对罪宗出手 所有听到这则消息的声灵都惊呆 罪宗 一众声灵也被震动 大界公传来消息 那个臣已经进来了 他还真敢进来 打来的胆子想对抗我罪宗 罪伤经义这手布局 厉害 先以进攻我罪界为幌子 布局救出快足 让内外天混乱 等快足被救出后再来我罪界出手 算是对一开始进攻罪界有个交代 从头到尾他除了得到引戒 什么损失都没有 如果从头到尾都是这个臣自己的布局 他确实有点能力 苍老的声音传出罪伤 你是说这个臣入我罪界只是做个样子 罪伤自信 当然 此刻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在与我罪宗死拼毫无意义 难道还真想灭我罪宗布城 谁都知道不可能 哪怕宗主不在都不可能 此举 同样是幌子 既然来就别想走了 一定要把他留下 罪伤开口与死海名牙合众一一样 留下尘 就必然要面对尘已至高序列发出的命令 我罪宗平一己之力死拼这股 已经存在于罪界的力量 各位能承受得起损失吗 生命 细运 岁月 都希望我们死拼这股力量 将尘 以及死亡一道诸多强者留在罪界 他们什么损失都没有 一旦我们这么做了 他们甚至能弥补快足被带离流营的罪过 可我们如何向主宰交代 等于说 我们被利用了 有罪宗生灵不甘那怎么办 就这么看着这个尘晃一圈离开 他利用了我们 让我们罪界损失 得到了他自己想要的 天天我们还不能拿他怎么样 罪伤淡淡到如同面对死海名牙合众一一样 赢伤 有赚有亏很正常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罪宗不要再有损失了 否则无法向主宰交代 一众罪宗生灵沉默 他们已经太久太久没这么憋屈了 上次这般憋屈还是灭罪带领四级罪打出了流营 而此次只因为一个尘 这时 罪宗生灵求见丙宗老 蝶族有生灵求见 一众罪宗生灵惊讶蝶族 是戏落吧 苍老的声音问 是 戏落 就是那个死前与众一有过一战 要替岁月一道清理门户的蝶族强者 他为什么要见我们 莫非想请我们帮他解决众一 众一身为岁月主序列 却贪生怕死投靠死亡一道 岁月一道生灵都想杀了他 可能杀众一的少之又少 别看这些落出自蝶族 是内外天三道规律高手 可内外天的高手 未必就能吻压方寸之巨高手 他与众一一战不分胜负 要想杀众一 唯有我们能帮他 最伤到还有一种可能 他带来了岁月一道 乃至其他主一道的话 希望我们留下死亡一道修炼者 苍老的声音传出 这是想利用我们 可也会提出条件 苍老的声音缓缓开口 让他走吧 不见 是 罪伤等一众生灵虽憋屈 可行是罪要做的 就是认清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他们相信其他主一道 必然付出天大代价 想让罪界成为死亡一道 修炼者的坟场 可这个代价 绝对弥补不了罪界损失 而无法对因果主宰交代的落差 这份落差 其他主一道 需要用他们最终的憋屈 与愤怒来填补 如果见了戏落 很可能真会被说动 以明面上所谓的弥补 让罪宗成为替其他主一道 决战死亡一道的跑灰 这绝不是他们愿意的 最果断的就是不见 不管戏落想说什么 都不给他说的机会 苍老的声音传遍罪成诸位 我罪宗从未有过如此无奈的一刻 还请记住这一刻 这一刻 是死亡一道带给我们的 却也是我们自己带给自己的 待宗主归来 此意 必报 现在就让那的小家伙 自己演完这出戏吧 罪宗响起无数声音 我等谨尊宗老之令 第四千九百九十四章进宫 罪城外 一朵宛如夕阳余晖的花朵悄然绽放 他正是奚落 来自上九戒之一的谍戒 谍戒 归谍族所控 依附于岁月主宰一族 与罪宗依附因果主宰一族一样 此次入罪界只为了狙击众一 为岁月主一道证明 不杀众一 永远会让人想起岁月主序列 投靠死亡一道的恶劣行径 而此次来正如罪伤他们猜测 带来了岁月 细韵 生命三大主一道的条件 只要把死亡一道高手权埋葬在罪界 他们愿意付出代价来填补此意最终的损失 可最终连机会都不给 如今最终那未仅次于宗主的宗老罪迟开口 便在无悔转于地 死亡一道高手随时可以离开 罪池 你连听听条件的勇气都没有吗 罪宗已经落魄到这种地步了 让敌人于门前肆无忌惮都不敢反抗 我看你们还是落入四十四界好了 细落声音传入罪城 它是三道规律强者 罪城内无人可挡 巨大的声音无法影响罪池 心尽我罪宗是斩人类九壘于孽 配合英国一道朱迪 以大局为重 细落转动 花朵极为美丽 但夕阳的余辉总给人一种落寞而浪漫的情怀 可这种情怀与他说的话完全不同 所谓的大局就是牺牲你罪宗无数年建立的威信 罪宗将多少生灵抓入流营 七十二界提及你罪宗无不恐惧 看来历史要改写了 罪宗 畏惧纳葛臣 连留下他的勇气都没有 可悲 可叹 罪城内 一种罪宗生灵愤怒 却无法反驳 他们确实只能看着死亡一道来了又走 而无法做出反应 罪伤声音轻松与陈对决是一场交易 这场交易我们亏了 亏了就得认 可交易永远不会只有一场 细落前辈 你可敢保证下一次 那个陈不会出现在你蝶族门前 罪城之外 奚落冷笑罪伤是吧 我给你放一句话 但凡那葛臣赶入我迭界 我保证让他有去无回 说完 离去 他很清楚再说下去也无用 罪宗并不蠢 这场闹剧终究要结束了 而下一场的开端必然是人类第四壁垒溃败 因果一道强者归来之时 那时候才是因果一道与罪宗报复死亡一道的开始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解决那葛众医 发生在罪城外的对话同样很快传了出去 不管是罪宗的隐忍还是戏落的挑唆 都沦为无数生灵的谈资 伴随着这份谈资 陈这个名字不断被提起 可所有生灵都清楚 陈 不足道 真正看重的是他背后的死主 那才是主一道在意的对手 阿尔大于这个陈在他们看来就像一面旗帜 今日骑着推到了罪宗门前 让罪宗憋屈 无奈 明日或许就会被斩断 成为决战的导火索 事情越大 越与这个陈本身无关 事态越严重 这个陈反而越会被忽略 碰一声轻响 露影坠落大地 环顾四周 这里就是罪界嘛 与他想的一样 罪界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到处都是尖锐的石壁 如同一道道枷锁处理星穹 明明是空旷的宇宙 可不断有石壁刺破星空 垂落锁链 伴随着狂风发出响动 整个星穹呈现暗红色 逼沉 压抑 暗色的气流时不时卷起肉眼可见的风暴 从宇宙一端吹向另一端 如同一个庞然大物扫过 录影视线所及 看到了很多生灵 大部分自然修炼因果一道力量 可也有很多体表散发着刺目光芒 明显属于其他主一道修炼者 这些修炼者进入罪界 就是为了搅乱视线 让罪宗无法第一时间剿灭死亡一道修炼者 否则死亡一道修炼者 进入散发刺目光芒 早就被围杀了 不知道该不该感谢他们 而罪宗的生灵 全都集中向了罪城中部 录影转头 看到了罪城 空旷 严肃 巨大的城池居然覆盖众多宇宙 简直不可思议 必然与那些刺破心穷的石壁有关 这一整个罪界到处都是那种石壁 那些石壁的范围才是真的大 以石壁为材料 想建造如此规模的城池不是不可能 录影抬脚 一步踏出 朝着究竟的一个其他主一道生灵而去 看看这罪界发生了什么 这些生灵肯定比谁都了解 不久后 录影放了那个生灵 那个生灵恐慌逃离 暗道倒霉 怎么遇到这家伙了 陈 当今内外天大事件的中心 所有目光都应该看向的存在 居然就在自己旁边 好在这家伙没对自己出手 这边 录影心情沉重 快足出来了 倒是姑妹被老瞎子他们救走 与自己预测的相反 虽然有些事没料到 但既然已经发生也没办法 现在麻 如果有表情 录影的表情必然有些怪 最终居然放任自己离去 根本不对死亡一道出手 还真是大魄力 要知道 如此一来 最终微信扫地 他们在内外天建立的威严将荡然无存 从此以后 谁都可以在最终面前以言语用死亡一道压他们 除非他们彻底报复回来 看来这最终想等到因果一道讨伐第四壁垒归来 再清算这笔账 外界普遍认为自己也不过是走葛过场 最终的宗老甚至说让自己演完这场戏 真有意思 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在演戏 目的就是引戒与快足 那就让他们看看自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录影朝着最城的方向 一步踏出 同时取出古勋 下令进攻最城 最接一角 死海名牙很悠闲地留在原地 没人敢找他麻烦 最终是知道他方位的 依然不会找麻烦 任由他们离去 他现在就等着陈给消息 只要陈来了罪戒并离去 他就可以离开了 至高序列压他们一头 让他无法擅自做主 没想到曾经在千机鬼眼灰下的一个人形骷髅 居然能走到这地步 这一手布局看得让人眼花缭乱 连就四级罪这种事都利用上了 真够狠的 但他到底是怎么灭绝 启荣闻名的 死海名牙想着 古勋震动 他平静看去 要离开了吗 然后 他猛了 神 什么 进攻罪城 另一边 忠义根本不会在一个方位停留 纳葛西洛居然杀来了 岁月一道绝不会放过自己 最可恨的就是纳葛城 居然以至高序列下令 让他曝露行踪 等此次离开罪戒 说什么他都要去方寸之据 只要不跟这个城在一定范围内 就算他要做什么自己也赶不过来 也就没事了 古勋震动 他看去 问号问号 不会吧 见鬼 这家伙到底要做什么 罪戒 心穷下 黑暗汇聚 白骨连天 杀象罪城 战争来得那么突然 突然到让罪宗都猛了 包括其他主一道生灵也都猛了 死亡一道疯了 突然对罪城出手 四面八方攻击罪城 尤其那些白骨是哪来的 怎么那么多 白骨 部分来自其他修炼死及力量的生灵 很多来自陆影 陆影接近罪城 沿途 凡遇到的生灵 皆被他化作白骨 快速汇聚成白色洪流朝着罪城方向而去 很快 陆影的行踪被看到了 在那一片白骨中央 周身刺目光芒耀眼 不断接近罪城 罪戒震动 陈 真的进攻罪戒了 他要做什么 罪城内 罪伤等一众罪宗生灵愣住了 以为听错 那葛臣居然杀过来了 不可能 他们都放他离开了 他为什么还要杀过来 可现在无人给他们解释 天地间 一抹黑暗撕破星穷 将罪城一脚崩溃 陆影一步踏空 遥望罪城中部 发出力吼英国主宰一族的狗腿子 果成 杀来了 英国主宰一族要付出血的代价 说完 双臂高高抬起 手握长剑 斩 三剑不等式 剑锋吞吐黑暗 死即汹涌而出 与三王树释放 伴随着一剑斩出 滔天的黑暗宛如将整个宇宙一分为二 最城中部传出沧桑的力喝尘 你敢 黑暗降临 枷锁自心穷坠落 发出胖胖的声响 却被黑暗粉碎 化作无数枷锁碎片 远方 又一道枷锁出现 这次出现的是最终生灵 面对录影直接一整个深渊的死即力量 那个最终生灵体表枷锁扩散 撞向死即 通星球扭曲 恐怖的压力降落 化为无数黑色雨点 将最城建柱不断粉碎 不少最终生灵被波及死亡 最终高手急忙走出守护 录影盯着远方那个最终强者 三道规律 果然 能读掌上九届 底蕴极其深厚 在之前那片混乱的方寸之剧 录影一度以为三道规律就是宇宙之强者 可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三道规律 也就越发感受到宇宙的深不可测 天之道会从哪冒出隔绝强者 最终可不是只有这么一个三道规律强者 最厉害的是最终宗主 那个曾跟随过主宰的古老存在 如今就在剧城杀去了第四壁垒 还想以剧城定位配合罪界轰击 做梦 陈 你到底想做什么 最迟都傻眼了 发出沧桑的礼喝 根本想不通录影为什么攻击罪城 第四千九百九十五章 你过了 最迟自己特意将声音传出 就是告诉整个内外天 此意 最终认了 陆影入了最界 最终绝不会出手 任凭他门前而过 这既是表现给内外天看 也是表现给陆影看 让陆影不要太过分 面子都是大家给的 不管以后怎么样 起码这一刻 只要你不想死拼 就优着点 可他做梦都想不到陆影 居然直接攻击罪城 这家伙是不想活了 还是真以为他们最终怕他 理过了 醉池语气低沉到了极致 陆影扛着剑 遥望醉池我说过 进攻醉戒就进攻醉戒 哪儿过了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 不是吗 醉池很想反问一句 无论怎么看 陆影都不该真的进攻醉戒 他的目标不是掌控引戒吗 不是救出快足吗 这两个目标都完成了 还想怎么样 但凡有点脑子都能想到 他只是以进攻醉戒为幌子 为此甚至不惜的罪死因果主宰一族 喝骂盛情 可以说致生死于不顾了 他成功了 人人称赞聪明 不举身远 可现在怎么回事 不止最终茫然 整个七十二戒 包括千姬鬼眼都茫然了 他也没想到陆影居然真进攻醉戒 那之前一系列事件怎么回事 巧合 现在可真是大事了 万一罪戒真被灭掉 那上九戒势力就要重新来定 罪戒的归属 主一道必然争夺 因果一道必然也要寻找替代的 这会影响整个七十二戒的 外戒怎么想 录影根本不管 他从始至终的目的就是让罪戒无暇参与 讨伤第四壁垒一战 因果一道掌握的戒不止罪戒一个 罪戒无法发出戒战 自然还有其他戒 但陆影不可能管得了整个七十二戒 既然知道罪戒会出手 那就先断了罪戒 罪戒一断 七十二戒必然乱 这就是他的目的 罪池很不想跟陆影死拼 如果只是陆影一个在这 他不介意围杀 可现在罪戒还有死海明鸭与众医 即便众医被戏落追杀 一个死海明鸭联合众多死亡一道生灵 也足以让罪戒损失巨大 陈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你在破坏主一道的平衡 罪池力喝 陆影陡然出手 一箭斩向罪池废话 罪池虽怒 却也知晓此刻没有避战的可能 不管这个成为什么一定要进攻罪戒 最终不出手是因为不想损失过大 而非怕了这个家伙 想死 成全你 阿尔大于真以为杀了圣灭就能横行内外天 家所需引上台 任由陆影剑斩而无法撕开 陆影朝着罪池而去 罪池发出低沉压抑的声音 你有罪 三个字一出 陆影毛骨悚然 他要对罪戒出手 自然提前了解了一下罪踪的能力 你有罪 是罪踪的绝对手段 当这三个字出现 罪池也朝着陆影冲去 陆影提表 死级力量暴涨 强行抵御最迟的接近 然而最迟是三道规律强者 陆影的死级力量再强也不可能压得过三道规律 眼看死级力量被压制 陆影索性放开 任由身体被枷锁困住 枷锁 是最终生灵的身体 亦是绝对手段之法 当这副枷锁套在身上 能将敌人身体困住 流转于全身的力量全部阻断 尤其脖颈 寻常最终生灵足以借此绝对手段之法困住高一个境界的强者 而最持本就是三道规律存在 他的绝对之法哪怕同为三道规律强者都不敢应接 当陆影被套住的一刻 看到这一幕的最终生灵都确定结束了 陆影不管多厉害 都不可能打得开这副枷锁 四面八方 一道道灵力攻击朝着陆影而去 无需关押 直接杀 陆影任由枷锁套住搏颈 随手一挥 诸多攻击被湮灭 不可能 最终无数生灵震动 被宗老锁住 怎么可能还有余力 最迟也不可思议 别说一道规律永生静 哪怕是三道规律 等等 莫非他学会了死亡一道那招 陆影抬手抓住枷锁 巨大的力量不断将枷锁掰开 在他的数字化力量表现下 足足上百的力量 媲美老瞎子在意时的磅薄程度 而最迟显然并不擅长力量 枷锁 锁的是敌人身体修炼力量的运行 而非肉体力量 眼看枷锁不断被掰开 最迟低喝你以力之法蒙蔽了我 陆影诧异这么快想通 看来死亡一道早就有应对你这一手的能力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力气 不对 你没有足以蒙蔽我的力气数量 而是你本身修炼的力量太杂 不仅仅是死级力量 你到底修炼了多少力量 陆影岂会告诉他 若这道枷锁困住的是本尊 他必定更惊讶 本尊修炼的可比这句分身杂得多 以力气之法蒙蔽枷锁 是陆影自己想出来的 没人告诉他 力气 本就是让体内运行力量产生阻碍 类似生病 而枷锁 也是阻断身体力量的运行 陆影提前将力气布置在体内 将力量运行方式彻底打乱 这道枷锁困住了自己 确实阻断了力量运行 可也只能阻断一种运行方式 永远找不到真正可以阻断自己力量运行的方法 再加上陆影修炼了死级 神力 本身的力量 还有生命之气 物极必凡产生的活性力量等等 导致即便最迟都无法彻底锁住自己 自己能想到 死亡一道自然早就想到了 他们与罪宗打交道可不是一两天 但千机鬼眼硬是没告诉自己 是谋定了自己不敢对罪宗出手 枷锁陡然退去 罪池知道根本锁不住陆影 不过枷锁虽退去 周边却留下了一个个奇怪的点 这些点皆是因果 罪界归属因果一道 这个罪池修炼因果之力很正常 陆影必开原地 手中长剑斩落 罪池忽然又接近 当剑锋就要斩到他的刹那 他突然出现在另一处 陆影当即转向横斩 却还是落空 罪池不断绕着陆影周围 碰陆影背后挨了一下重击 来自枷锁本身 也就是罪池本身的撞击 这一击可不清 毕竟是三道规律强者 让陆影后背骨头都有一丝开裂 陆影不断掉转剑锋 三剑不等式 盼剑 眼剑 沉剑 他在寻找最迟的行动规律 以判剑出手 可无论怎么打 都无法准确找到最迟的踪迹 陆影不断移动 可周围那些因果点如影随形 每一个修炼因果的生物 都有对因果独到的理解 最迟可是三道规律强者 这份理解更是惊人 因为能修炼到这种层次 本身就意味着天赋异禀 想压过它并不容易 陆影不断被攻击 直至远方 飞暗扑灭而来 死海鸣鸦到了 红色的娃娃 携带着滔天死级力量 压向最城 飞云鸦城 一道道最终 生灵出手 想要抵挡死级力量 可死海鸣鸦 并非寻常三道规律强者 它是曾经死亡 宇宙在死级力量上 甚至超越千机鬼眼的存在 真正掌握了一片死海 无边无际 除非同级强者 其他生灵根本挡不住它 滔天的死级力量 笼罩小半戈最城 被笼罩的方位直接坍塌 腐朽 生活在最城内的生灵 有骨头的被附于骨羽 联合录影带来的那片白骨 形成黑暗中唯一的亮色 朝着最城中步而去 最伤等一众最终高手阻拦 可死海鸣鸦 只是出现一次就消失 谁也不知道它在哪 就以死级力量强压 要将最城化为死级的海洋 录影松口气 以这句分身应对最尺确实吃力 主要不了解最尺的手段 如今死海鸣鸦到了 最尺出手顿时慢了下来 看来这最城很快就要变成第二片死海了 你觉得这里能不能挡住 最尺走了 不得不应接死海鸣鸦的压力 否则最城都没了 而录影眼前的对手 换成了两个两道规律最终生灵 这两个生灵中间 有一枚因果命盘 居然是定得因果命盘的最终高手 你有罪 你有罪 录影任由他们困住自己 可紧接着枷锁就松开了 都没等录影出手 显然 最迟提醒了他们 这一手没用 两道枷锁一左移又将录影围在中间 今日之死是你自找的 我最终虽损失惨重 可杀了你也算有个交代 最冰滴吼 他一直都想主动出手杀死海明鸭与众医 可为了大局 不得不忍下 而金鹿影杀象最成 这就怪不得他们了 不管因为什么 这个臣必须死 所罪之法大武兵 罪兵身前 无丙奇怪的武器朝着陆影冲去 另一道枷锁名为罪安 所罪之法倾斜 天上地下 虚空都被倾斜 朝着陆影蔓延 为了罪池这个三道规律强敌 来了两个两道规律高手 依旧难缠 但要面对赌掌一届的最终 本就是预料之内的事 无把兵器自无个方向冲向陆影 所罪之法啊 这是最终独有的战绩 为了配合枷锁困敌而创 每个最终生灵都有独属于自身的索罪之法 汤陆影随手一挥 兵器被拍开 眼前又一把兵器降临 同样台长打出 巨大的力道已经不仅仅是降兵器震飞那么简单了 第4996章索罪之法 陆影响一掌降兵器震碎 可这兵器蕴含着最兵器和两道宇宙规律运行的力量 甚至缠绕因果 所罪之法 亦是罪兵对因果的运用之法 那么 脚下 虚空不断倾斜 如同天地在坍塌 就好像整个宇宙要将陆影埋葬 陆影对着罪兵就是世间不忘功 罪兵生前 干气覆盖 还真是谨慎 他们修为达到两道规律 乾坤二气也不少 但 陆影陡然一掌 这一掌将骷髅分身力量完全打出 掌出如龙 一掌之下 整个虚空肉眼可见被打崩 直接降临到罪兵眼前 同时轰开了干气 本以为一掌之下 罪兵必然被击中 可罪兵消失了 陆影转头看向下方 一个白骨脖颈上套上了枷锁 居然用绝对手段当躲避敌人的招数用 最终的绝对手段可以在施展的同时瞬间套在敌人身上 敌人无从躲避 尽管这招必然有范围 否则就太无敌了 但这个范围也必然极大 大到肯定覆盖整个战场 以这招躲避陆影的攻击 再配合干气的防御 怪不得敢替换罪池 周边 虚空彻底坍塌 要将陆影埋入 陆影提表 死级力量流转 轰然爆发 抢压虚空 只见最长上方 虚空在震荡 不断撕裂 罪安后退 好恐怖的死级力量 陆影也对罪安出手 罪安与罪兵一样 以你有罪 这招绝对手段消失 战场之上 除非再无第四个生灵 否则必然会被他们利用 身后 五把兵器再次袭来 陆影转身抓住一把 兵器之外 一模一样的兵器出现 配合另外四把兵器 环绕陆影周身 就是现在 倾斜大五兵 每一把兵器下方 都出现倾斜的虚空 罪兵的所罪之法 与罪安的所罪之法 向连 形成即便陆影 都有压力的联合力量 将它压下 因果环绕 乾坤二气覆盖 被我们困在 倾斜大五兵之内 哪怕三道规律强者 都很难逃脱 陈 你死定了 罪兵发出 冰冷且得意的声音 不断释放因果 增强大五兵 罪安同时释放 因果融入 倾斜的虚空内 他们的目的 就是困住 这个人形骷髅 只待此战 解决其他死亡 一道修炼者 就将这个臣 送与因果主宰一族 发落 以此弥补此战的损失 远方 死海名牙 看到了 这个臣还是大意了 罪兵 罪安 他听过这两个罪宗高手 阿尔大于 死亡一道 重返内外天 第一步并非夺回 曾经的一切 而是了解对手 唯有了解 才能对付 罪宗是因果主宰一族 麾下最强一族 独掌上九届之一 自然是首先要了解的 这两个罪宗高手 虽非两道规律巅峰 但最擅长的是 联合所罪之法 一经施展 可是困住过三道规律 存在一段时间的 那段时间足以让 罪宗其他高手感到 如今这个臣被困住 想突破并不容易 但启荣文明 如果真是他灭绝的 他不应该这么弱才对 罪池也在盯着远处 脑中同时想到了 启荣文明 启荣文明之墙 不在罪宗之下 留得离去 与如今罪宗宗主 离去情况也一模一样 如果这个臣 真能灭绝启荣文明 自然也可以 凭一己之力 灭掉此刻的罪宗 这也是他直接 对陆影出手的原因 唯恐陆影真 拥有灭绝启荣文明的战力 必须由他先试探出来 可一战打下来 这个臣远远 没有摧毁罪宗的实力 启荣文明灭绝 果然也是幌子 是死主布局 故意让这个臣走到至高序列位置 然后顺理成章引出进攻罪界 以此扰乱视线 这个臣是很厉害 但绝对无法压过三道规律 一切都是死主在布局 外界 各有各的想法 死亡一道想看看 录影凭什么能灭绝启荣文明 而罪宗则认为此事 是死主故意布局 将灭绝启荣文明 推到录影头上 唯一无法解释的就是此刻 为什么录影 还要对最终出手 这是在找死 外界怎么想入影管不着 他看着眼前的倾斜大武兵 外围还有棒薄的英国语 乾坤二气 真够狠的 联合之法 一般的三道规律都要被困住 可一般的三道规律 有自己这么强的力量吗 他抬起双手 直接抓住倾斜大武兵中的两把兵器 然后 推 最兵冷笑 现在还想用力量推开锁罪 天真最安第一次开口力量在倾斜大武兵之内是没用的 倾斜 可不是看那么简单 你的一切力量都在倾斜 包括死级力量 就好似将你仍在一个斜过来的平面上 你的任何力量在这个平面上只能发挥十分之一 甚至不足十分之一的力量 我劝你留点力气想想怎么才能让死主出面保你的好 录影看着他们问个问题 这 就是你们最大的底牌 最兵与最安丁着录影 有些不安 看来不是 那么 先破了这个再说吧 录影说完 松开手 骨全于身前彼此对撞 每一次对撞都有巨大的力量波动 要一倾斜大武兵 最安说得不错 倾斜 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的 这是化解敌人力量的一招 虽不像枷锁一般阻断力量运行 但也接近了 属于从外界干扰力量的施展 这个最安的招数比最兵更棘手 录影以当前力量全力释放 在倾斜大武兵之下能发挥的不足十分之一 唯有物极必反 砰 砰 砰 最兵与最安望着录影不断对撞自己的骨拳 每一次对撞都发出低沉的轰击 这家伙在做什么 不会以为真可以用力量破了倾斜大武兵吧 他们逐渐不安 英国与乾坤二气不断增加 录影每一次撞击骨拳都是在积攒力量 同时也看着远处战斗 死海鸣鸭与最迟的战斗并不激烈 彼此根本不想死拼 最城内 更多的白骨出现 其中必然隐藏着死亡一道高手 可同样的 最终也必然有强者为现身 不可能一下子拳出来 不出来吗 那就打到你出来 不久后 物极必反力量积攒到极限 录影陡然双拳直轰倾斜大武兵 轰的一声巨响 倾斜破裂 大武兵寸寸开裂 粉碎 录影生生推开了倾斜大武兵 以强盗让最兵与最安不可置信的力量 生生轰开了 然而就在录影一步要踏出的时候 乾坤二气陡然运转 演化天地 刹那间周围出现另一个倾斜大武兵 乾坤倾斜大武兵 录影惊讶 乾坤二气 演化天地 最兵与最安不可置信 丁卓录影你居然有能打出倾斜大武兵的力量 怪不得能击败圣灭宰下 放眼整个宇宙 在力量上能超越你的不多了 可你也小看了我们 录影惊叹还真是全力为最终奉献 演化天地都是联合所罪之法 这就是你们真正的底牌吧 你不可能用力量打出来 最安谋定 此刻的所罪之法比刚刚更强 已经将他们的一切都付出 即便录影还有刚刚的力量爆发 或者更强一些的力量 也无法打出去 这是他们的自信 录影知道已纯粹的力量确实打不出去了 不过 打不出去 可以破坏 双臂伸开 一手三王术 一手通天术 一手死吉 一手神力 黑色与绿色的力量与鼓掌交汇 最成 一个最终生灵惊骇小星 那是他杀圣灭宰下的招数 梅荣罪兵他们多想 录影双掌合拍 此吉与神力对撞本 就可以爆发出恐怖的破坏力 当然 单论运用是无法压过刚刚那股力量的 当初杀圣灭之时 这两股对撞的力量也比不上物极必反 积攒的本身的肉体力量 但死吉与神力真正恐怖之处在于释放的越多 威力越恐怖 录影很确定当释放到一定的量 绝对可以打破这联合所罪之法 他现在就是在尝试 看究竟要释放多少才能做到 通乾坤倾斜大五兵震荡 没能破开 最兵与最安松口气 可紧接着 录影又释放两股力量 而且比刚刚更强 通继续震荡 明显比刚刚震荡的幅度更大 然后继续 通震荡 通最兵与最安缓缓后退 有种不祥的预感 乾坤倾斜大五兵要被破了 这个尘到底藏了多少力量 远方 最迟一边应对死海明鸭 一边看向那里 不会真会破开吧 分心之下被死海明鸭击中 你再这么分心可是会死的 最迟看向死海明鸭 别以为我不知道 喜荣文明根本不是这个尘灭绝的 否则他也不会被困住 死海明鸭 立刻退去 你们根本不用听这个尘的命令 死海明鸭晃了晃红色身体 轻轻飘了起来 不管他怎么当上至高序列的 如今已经是至高序列 甚至自己将引戒夺走 我们就必须听他的 难道还听你的吗 最迟 今日你或许会死 最迟冷笑 就凭你们 你 话还没说完 远方发出轰鸣 五把兵器破碎 乾坤二气与因果皆震散 录影冲出来了 最迟心一沉 麻烦了 第四千九百九十七张直骂 罪兵与罪安不断后退 他们最强的联合所罪之法被破 再无可阻挡这个人形窟窿的力量 录影虽然冲出来 但他自己也不好受 不断的尝试 每一次增加两股力量对撞 都相当于用自己的身体承受 而刚刚打破所罪之法的对撞 差点让他散架 如果不是有死疾珠 他还真不会这么玩 搞不好自己先的重创 好在还是冲出来了 既然出来了 他抬头盯向最兵与罪安 骷髅脸咧嘴一笑 该你们了 说完 三王树 死界降临 黑暗直冲天际 罪成已经不止一次出现黑暗的光芒 而此次 伴随着滔天死疾力量 竟与死海明鸭带来的差不多 罪兵与罪安直皆以绝对手段逃离 你们逃 我们杀绝最终 录影声音响彻整个罪程 出现在所有生灵耳边 罪迟转头 死丁着录影 这家伙该死 古语 录影释放死疾力量 以自身为中心 蔓延向整个罪程 突然的 一柄剑架在脖子上 不知如何出现 也不知敌人身处何处 就是这么突然出现 因果向天剑 五个字 传来 剑 斩 胖一声轻响 一剑 斩断了录影脖颈 却也斩出一根针 朝着远方飞去 阎门第五针 录影转身 目光所及 一道枷锁隐藏于罪程黑暗中 刚刚就是他出手了 罪伤 这个罪宗内的高手 仅仅出过一次手 想阻拦死海明鸭 可死海明鸭的消失 让他无处寻找 然后就在未出手过 一直等到刚刚 斩出了那几呼 可以决定生死的一剑 因果向天剑 录影知道 这是最终的因果主宰恩赐 专为他们推演的因果运用之法 录影在破了罪兵 他们的联合所罪之法后施展古语 就是要逼出这个隐藏的高手 果然有 而且一出手就是因果向天剑 之前的罪池 之后的罪兵 罪安 按理都应该能施展因果向天剑 可就是没用 等的也是这一刻吧 录影已经很高看因果向天剑了 可结果还是小看了 如果不是提前准备阎门第五针 这一剑足以让他重创 罪成 角落储 罪伤出现 遥望录影果然 这一剑没用 陈阁下 罪伤佩服 录影俯视罪伤因果向天剑 久仰罢名 可却没能让阁下感到丝毫惊喜 是我的错 你还有机会 没机会了 罪伤无奈 看向最迟的方向纵观当前罪宗 能击败阁下的唯有宗老 可宗老也有对手 所以 阁下 如何才能罢首 不用说什么让因果主宰一族给交代这种话 在商言商 我最终应该给出什么代价才能让阁下停手 阁下如此进攻罪界 必然有原因 这个原因 我可以保证与因果主宰一族无关 陆影做了那么多 就是为了避开将自己进攻罪界与因果一道讨伐第四壁垒联系上 可这个罪伤直接倒破与因果一道无关 他在试探自己 自己做出什么行为 会让他将第四壁垒联系上 一刹那 陆影考虑了很多 罪伤刚刚那番话也只是猜测 陈的行为不合理 至少他认为不合理 他喜欢将一切行为归结于交易 这个陈 被因果主宰一族为杀 报酬理所当然 而他已经通过所谓的灭绝启荣文明 不管真假 这笔账都算在他头上 为此 成为了至高序列 这笔买卖已经结束了 更不用说不觉得到引戒 与帮快足逃离流营 怎么看 这笔买卖都赚大了 他不应该再继续进攻罪界 他很自信地告诉罪宗所有生灵 陈入罪界 就是走狗过场 可这个过场被推翻了 也等于推翻了他的三观认知 而他自认自己的判断不会出错 除非 交易本身出了问题 这个陈 并非已被因果主宰一族为杀 作为初始的交易筹码 那么他要得到的也就不会是什么 至高序列 引戒甚至快足离开流营 他此刻还出手 意味着这场交易于他而言还未赚到 那用什么样的筹码才能换取至高序列 引戒与快足离开流营 罪商自己也不清楚 所以他在试探 这个陈背后必然是死主在谋局 要想让此次罪界损失被弥补 要想给因果主宰交代 就必须找到此次交易的真正筹码 那也是死主真正的目的 唯有这个 才能让他们交代 你觉得无关 好 那我今天给你一个答案 罪商丁着陆颖 陆颖缓缓开口 声音传遍最成 传入所有生灵耳中我成 在此历世 若因果主宰一族不向我道歉 我此生必杀绝因果主宰一族附属一切文明种族 不管是独掌上九届的罪宗 还是其他的界 包括方寸之巨一切依附因果主义道的生灵 我要让因果一道 血流成河 巨大的声音回荡星空 罪池 死海名牙 罪兵等等 明的 暗的 无数生灵都听到了 震撼望着 这是彻底要与因果一道死磕啊 什么仇 什么怨 值得吗 此话一出 因果一道也必将想尽一切办法杀他 毫无化解的可能 主一道之间杀戮很正常 可与寻常人一样 没有永恒的仇恨 只有永恒的利益 今日 生命一道可以与因果一道联手对付死亡一道 明日 生命一道就可以与死亡一道联手对付因果一道 这是最正常不过的 如同之前死亡一道还帮岁月一道将生命一道驱逐过一样 然而 毕竟成这个誓言一出 意味着因果一道必然是他的仇敌 再无化解的可能 意味着只要他还在至高序列一天 只要死主没有发话 那死亡一道必然站在因果一道对立面 意味着主一道之间的杀戮 可以确定死亡一道与因果一道不可能联合 这对于整个宇宙主一道形式将是巨大的变化 毕竟成是死亡一道至高序列 是可以对除死主与死亡主宰一族生灵外所有生物下命令的存在 是可以 主动进攻的存在 罪伤呆呆望着陆影 还真只是为了一个交代 至于嘛 不应该如此愚蠢才对 仅仅因为一次围杀 修炼戒 杀戮太多太多了 每天都有无促生灵死亡 也有无数生灵死里逃生 生死仇敌亦可为盟友 这种事不是很正常的吗 为什么一定要给出交代 那可是因果主宰一族 别说一个臣 哪怕是千机鬼眼 甚至死主 因果主宰一族都可以说不会道歉 交代 什么交代 永远不可能 录影的声音还回荡在罪界 这个誓言 对除了因果一道与死亡一道外的其余主一道 都是好消息 他们明确看到了两个对立的主一道 今后形势可以轻松多了 录影很清楚自己此话说出的分量 他等于在代替死主 向因果一道宣战 这 正是他想要的 不乱起来 人类如何崛起 死亡一道是让九壢溃败的最大祸首 因果一道讨伐第四壁垒 以因果束缚困住宇宙所有永生境 这两个都是人类文明敌人 至于其他的慢慢来 总有办法 这个誓言一出 千机鬼眼该头疼了 死主更会暴怒吧 可其他主一道高兴了 那么录影环顾心穷 因果一道想杀自己 死主也可能会想废了自己这个至高序列 来挽回死亡一道立场的损失 可其他主一道不同了 如果自己是他们 必然帮忙 只要自己在这个死亡一道至高序列位置上一天 就一天对他们有利 要玩就玩把大的 正好也把自己推到必须对因果一道 其他附属文明下手的合理立场 否则罪戒即便被拖垮 无法施展戒战配合俱成定位 其他归属于因果一道的戒也会出手 如今有合理理由了 再次望向罪伤 录影缓缓开口现在清楚了 罪伤丁着陆影直骂 不值 但要做 非主宰一族生灵想要崛起 看看这宇宙之巅的风景 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行 你付出的代价是你远远无法想到的沉重 或许吧 但你看不到了 录影不想再多说 这个罪伤有点脑子 说多了容易被看穿目的 他抬手压下 死即力量扑天盖地而去 死路 罪伤身影飘忽 因果向天见 录影抬手 屈指轻弹 一声轻响 因果向天见被弹开 罪伤惊讶 因果向天见是对因果的运用 重要的不是剑 是因果 这个臣怎么会那么容易击破因果 鼓壁抬起 录影无指并拢 天地间出现无数黑暗光芒 横扫天地 如同无数条死路出现 这时录影将死路打散 不再让敌人有机可循 虽然威力变小 可在他棒驳的死即力量加持下依旧超越两道规律强者 罪伤被黑暗扫过 急忙以绝对手段逃离 另一边 罪兵 罪安 以及众多罪宗生灵皆被黑暗横扫 众多生灵直接化为飞灰 降天罪 天地间扭曲的灰暗排开死即力量 缠绕向录影 这是罪伤的索罪之法 第4998章方行者 看似只是扭曲的灰暗 可困束录影的并非肉眼可见的这种表现形态 而是整个星空 降天罪 与天地做一桩交易 天地盼你有罪 我便所你 向天地交代 录影乐乐 天地盼我有罪 这天地是你 是罪宗 还是主宰一族 说着 恐怖到沸腾的死即力量 轰天而上 强行取代这片天 既然这片天要判我有罪 那我就换了这天 罪伤的索罪之法 并非完全来自自身 而是借助天地心穷的力量 说是天盼录影有罪 实则就是借助罪宗弥曼宇宙的力量 然而这股力量 并不足以压制死即力量 相比罪宾与罪安 这股力量没有任何优势 罪伤身体一阵 天地再次降落灰暗力量 二重降天罪 这次是看不见的世界 录影尚未彻底破开第一重降天罪 便被第二重降天罪困住 与此同时 罪兵与罪安齐齐出手 打出轻负大武兵 环绕录影周边 三大高手围困录影一个 录影如果有本尊的瞬间移动之法 根本不可能被困住 这里是罪界 天时地利人和皆在罪宗 罪宗还最擅长所罪之法 被困在意料之内 就看能不能破开 录影当然可以破开 他能破了轻负大武兵第一次 就能破第二次 哪怕多了一个二重降天罪 不过此刻 罪宗要的不是抓住他 也没打算彻底困住他 难以形容的心迹感传来 来自四面八方 来自这罪界本身 录影望向远方 因果力量在汇聚 这是 方的攻击 四面八方都有方的攻击在汇聚 罪界终于要启动方之战了 在罪界 罪宗最大的力量不是罪池 而是罪界本身的因果力量 录影从头到尾都在防备 死海鸣押不与罪池死拼 众议不断远离罪城 躲避契落的追杀 都不是因为打不过 而是在防备这罪界的本身力量 如今 这股力量终于出现了 录影员以为这股力量的出现 第一目标是死海鸣押 死海鸣押死不死他又不在意 可如今看 他才是第一目标 这个死海鸣押也不蠢 给罪池一种可以打 可以不打的感觉 反观录影自身 力是让因果主宰一族给交代 而他偏偏又实力极强 逼得罪界不得不起东方之战 如今录影被困 等于是活靶子 远方 死海鸣押看到了 并未打算去救 这个臣该死 哪怕对于你们死亡一道来说也该死 我相信他历史绝对与死主无关 死主是知道主一道之间规矩的 可他破坏了规矩 他一死 对谁都好 最迟开口 挡在最城前方 死海鸣押摇晃着身体飘起 你怕我要救他 最迟到我在提醒你 放心 你实力够强 我救不了 毕竟我只是个在方寸之巨修炼的普通三道规律生灵 如何比得过堂堂最终仅次于宗主的三道强者 这是死海鸣押的话 也是他的态度 最迟懂了 死海鸣押不救路影 其他更无人会救 罪界震动 四面八方 一道道巨大的因果螺旋朝着陆引轰去 罪伤万席 原本是打算彻底搞清楚这个陈进攻最终的目的 套出足以弥补此次损失的代价 再送去主宰一族立功的 可惜了 不得不杀他 罪宗本身没有能抓住他的力量 再加上他的力士 可以杀了 罪界 13829方 直接被启动8000方 相当于戒之战 如此多的方之力都在瞬间轰击陆影 在所有人看来是完全可以将陆影轰成碎片的 如果陆影能挡住 那就接近方行者了 方行者 是可以完全抵挡一介之力轰击的强大存在 比刘盈黑策白字刘明更尊贵 纵观内外天 达到此地位的强者寥寥无几 此刻罪界不过动用了过半的方 即便被挡住 也只能算是接近方行者 若罪界完全启动所有的方还能被挡住 那就是切切实实的方行者 要知道 即便圣祸者的因果主宰一族 族长都未达到方行者层次 唯有盛情 实不战 命凡那种级别的可以达到 千机鬼眼更是一下子挡住十个界的轰击 那些都太遥远了 大部分三道规律是不可能挡得住一界轰击的 连这八千方的轰击也不可能挡住 陈连三道规律都不是 尚且在罪池攻击下摇摇欲坠 这一级足以让他彻底消失 在罪宗生灵看来便宜他了 等死在罪界轰击下 也算是一种荣幸 刺目的光芒自四面八方淹没罪成 这一刻 罪成战斗都停下了 所有生灵望向高空 一旦沉死亡 这场战争也就结束了 八千道因果完全淹没倾斜大五兵域二重降天罪 将两种所罪之法也在沙纳间摧毁 方之力汇聚一点 将那一个点彻底崩溃 这一刻 没人怀疑陈会死在这一级下 如果他能挡住 也就不至于被罪伤他们困住了 以罪伤他们的实力 可是完全不够困住 接近方行者战力强敌的 随着光芒逐渐淡去 所有生灵紧盯那一个点 应该什么都没有了 一丝粉末都不会留下 你们可以退去了 最迟开口 无需看 他都扛不住这一级 更不用说那个骷髅了 对面 死海名牙遥望高空 摇晃飘逸的身体忽然顿住 你好像 说早了 最迟大惊 陡然看向高空 只见光芒散去 人形骷髅静静触立 没有丝毫变化 不可能 这一刻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生灵都猛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个臣怎么可能挡得住 八千个方的攻击 他怎么可能是方行者 高空 录影平静俯视最成 他这句分身当然挡不住 关键时刻直接让本尊出现 别说八千个方 哪怕一整个罪界轰击都无法压制本尊 本尊 是实实在在的方行者 而因为分身因为不修炼因果之力一直被标注出来 所以本尊哪怕不修炼因果之力也无碍 何况还修炼了因果之力 是否会被标注全看自己 当分身被困 罪界发动方之力的一刻 本尊就苏醒了 看遍了整个罪界 没有察觉能威胁自己的 这才出现 待轰击结束再由分身出面 整个过程其实也就一瞬间 因为轰击的过程也只是刹那而过 但对于本尊来说足够了 外界生灵因为戒战轰击的光芒是看不到他们身体交换的 罪池 死海名牙都看不到 当然 如果不是罪界轰击 或者本尊出现时间长一点就会被发现 罪界寂静无声 所有生灵呆呆望着高空 尘 是方行者 死海名牙震撼 不可能 他了解这个尘 还是他允许这个人形骷髅进入死海修炼 后来还在聚成一战 应该了解他的战力才对 他绝无可能是方行者 可刚刚一瞬间怎么回事 没有外部力量介入 否则产生的刺目光芒应该被标注得更明显才对 除非介入者不仅拥有方行者战力 还修炼因果一道力量 能控制自身因果 但那是不可能的 无论怎么想 拥有此等战力并修炼因果的强者都不会默默无闻 否则即便千机鬼演出手干预 也会被看出来 莫非还真是他消灭了启荣文明 外界的一切猜测 其实也是不了解内情的死亡一道修炼者的猜测 他们也都以为这一切布局的背后是死主 起码是千机鬼演 但这一刻死海鸣鸦怀疑人生了 他的三观被颠覆 再来再来一次增加到全部 醉池力喝 陆尹身体陡然降落 朝着醉伤杀去 醉伤压根没有与陆尹对拼的意思 直接降天罪 陆尹末有动 任凭降天罪将他困住 然后是二重降天罪 与此同时 乾坤倾斜大武兵出现 同样的索罪之法再次将他困住 整个罪界震动了 所有的方在这一刻全部轰击 罪宗独掌罪界 能开启戒之战的不仅是罪宗宗主 还有其他罪宗生灵 就是为了防止宗主出世 此刻 天上地下 一万多巨大的因果螺旋轰向录影 比刚刚更恢弘 更耀眼 如果这个陈能挡住这一击 就彻底坐实了他是方行者的身份 那是强大的代名词 即便主宰一族生灵都不敢对方行者无礼 这种存在 内外天都没多少 狂风吹拂 带来寒意 却也比不过最终所有生灵心中的寒意 他们呆呆望着毅历高空 没有丝毫受伤迹象的录影 第一次产生了无力感 罪界 以整个界之力发动的轰击 竟然无法伤他丝毫 他真的是 方行者 不可能 不可能 最迟呆至 这次所有生灵都死兵着看 就为了看看是否有外力介入 可在那因果光芒下 唯有这个尘被标注的光芒 再无其他光芒出现 即便最迟也没察觉有外力介入 这意味着界战的轰击 真是这个人形窟窿独自抗下的 为什么有这种事 录影俯视天地 与本尊交换只是一瞬间 谁让界战轰击也只是一瞬间呢 快到几乎不会被察觉完够了吗 轮到我了 说完 陡然朝醉冰冲去 第4999章因果禅厮守 醉冰当即以绝对手段逃离 可陡然的 精神一阵恍惚 亦是认知在一刹那模糊 就是这一刹那被陆影抓到 一掌落下 干气如同流沙被压下 因果生生排向两旁 通夹锁碎裂 紧接着又是一掌 醉冰 彻底死亡 陆影抬头钉向醉安 醉安毛骨悚然 以绝对手段消失 可陆影气息冰朗 想跑 晚了 本尊出手可不仅仅是抗住醉戒轰击 第一次是尝试 第二次 在抗下轰击的同时 对醉冰与醉安还有醉伤 打出了阎门第一针 这阎门第一针并未直接击中他们 而是留在他们身上 在陆影以骷髅分身出手的一刻发动 即便绝对手段也无法逃离 抓到了 陆影无止押入英国与昆器内 沿途粉碎命盘 直接相入枷锁内 醉安亥然 宗老就我碰枷锁粉碎 陆影完全没有要抓起来的意思 直接收割死亡 古勋的声音早就响起 这一幕看得众多生灵头皮发麻 醉冰 醉安 是醉宗高手 定个因果命盘 深受因果主宰一族喜欢 联手之下仅次于三道规律的宗老 竟然直接被杀了 这个臣是真的要与醉宗不死不休 陆影陡然转头兵向醉伤 醉伤周身 因果流转 因果向天剑 这一剑并非展向陆影 而是斩向他自己 斩断了阎门第一针 陆影诧异 果然有脑子 知道醉冰与醉安逃不了 是被自己下了手段 便以因果向天剑斩自身 用以斩断这种手段 望着落在地上破碎的阎门第一针 醉伤直接以绝对手段逃离 陆影知道抓不到了 本尊来自然轻易就能抓到 可这分身没有瞬间移动之能 那么他转头看向醉池老家伙 该你了 醉池拉开与死海明鸭的距离 任凭死海明鸭以死即力量压向醉成 发出沧桑的声音成 你挑战整个主义道规则 不得好死 我最终今日即便于死网破 也要拉你垫背 说着 醉成突然崩溃 如同庞然大物苏醒 死海明鸭急忙退出 露营也想退走 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明显不是好事 脖颈 枷锁套柱 来自醉池 想跑 晚了 露营以力气遍布周深 就为了对付醉宗的绝对手段 可醉池并非要真的困住他 而是拉他陷入醉成 醉成内 除了醉宗生灵与完全听令的白骨 其余生灵但凡有自己的想法 都在退走 但大多是退不了了 只见整个醉成拔地而起 烟尘环绕醉成化为瀑布流淌 无数碎石坠落 天地在摇晃 空间都承受不住 整个醉成化为一道巨大的枷锁 将一切锁在内部 谁都跑不掉 醉伤在醉成外 望着此刻的醉成 就知道宗老要动用这招 这是最终面临绝境才发动的 一经发动 意味着醉成崩溃 最终无数年建立的醉成 以沙纳沦为废墟 但也唯有这招能对付纳葛臣了 不管这个臣是怎么挡住戒战轰击的 陷入这招内 就必须要与宗老决一死战 不仅如此 还能防备死海明鸭将整个醉宗生灵埋葬 他不禁感到悲哀 从一开始压根没想过一个臣 居然把醉宗拖到如此地步 逼得宗老都不得不亲手粉碎醉成 能挡住戒战 才是宗老下定决心死战的原因 否则死海明鸭在侧 这个臣足以杀光醉宗所有生灵 醉成内 录影看着大地破碎 掉落枷锁外 整个醉成都粉碎了 远方 众多醉宗生灵在一角躲藏 那一角 似乎就是这枷锁专门为了醉宗生灵而设 只有醉池没有进入 依旧套在录影搏颈上 等于一个方行者决战 是我醉池的荣幸 臣 你敢立誓对抗因果主宰一族 不管这种行为多恶劣 起码证明了你的气魄与胆量 来吧 让我看看方行者的力量 醉池声音回荡天地 录影看向四周 麻烦了 这是独特的天地 本尊无法以瞬间移动过来 想进来可以 必须直接打进来 可如此一来 也就会被发现 这醉池创造了一个 让他与自己决战的战场 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个醉池的崩溃 事实上 正常情况下 自己可赢不了这醉池 枷锁脱离 周边 一个个因果点出现 赫然是此前醉池对付录影用的招数 这招数着实让录影难以招架 若非死海鸣鸭敢来 录影就麻烦了 同样的招数再现 醉池攻向录影 录影吐出口气 抬手 死鸡猪出现 捏碎 黑暗吞噬自身 醉池急忙后退 死急珠 录影逐渐淹没于黑暗之内 随着黑色气流流淌于骨骼间 蒸腾而出的黑暗之气将骨骼染成了黑色 斗篷 笼罩自身 就连头颅都笼罩于黑暗的帽子内 深邃不可见 左肩 骨勋迁入斗篷 形成黑暗中的第二双眼 一根根骨刺顺着斗篷蔓延 形成骨甲 随着狂风吹过 斗篷飘散 黑色气流宛如扑叶出黑暗鸣河被踩于脚下 身后 弯刀如同黑暗事月一般悬挂 闪过寒芒 砰 醉池撞击录影 骨甲硬抗 弯刀闪烁 一斩而空 又不见了 这醉池以这招完全躲避自己的攻阀 而自己也只能被动挨打 不断传出撞击声 录影盯着周边那一个葛因果点 弯刀斩去 因果点被破 可紧接着又出现一个 位置也变了 醉池的行动轨迹同样变了 变幻莫测 醉成外 黑暗中有声音传入醉成 传入露影耳中 这是因果禅丝首 醉池以因为点 果为点 因果不点 点控自身 每一个点相连逐渐组合成 轨迹莫测的路线 让敌人无处可逃 此法 轨迹的重点不在醉池 而在那些因果点 无数的组合下 可以有无数的轨迹 可轨迹再多 总有规律 这是生物逃不脱的天性 然而最困难的还是 存在隐藏的因果 看不到 就无法破 录影不知道 谁在对自己说话 此刻能将声音传入最诚 绝对是强者 没听过的声音 很陌生 不过现在无需考虑这个 因果禅丝首吗 诡异莫测的路线 却总有规律 隐藏的因果 自己 可以看到 录影不断承受最迟的攻击 骨甲都出现裂痕 若非死即便 他自身骨骼必然破碎 死即便是让他能对抗 乃至压下寻常三道规律强者 但这个是最迟 可不是寻常三道规律 而是最终的强者 是诞生自内外天 接受宇宙磅驳资源的强者 硬抗始终不是办法 最迟经营 为什么没出手 以对方硬抗一届轰击方行者的力量 应该不会这么被动才对 而且自己的攻击似乎奏效了 对方不是能硬抗一届轰击吗 自己的攻击可远远达不到一届轰击的强度 不对劲 这个诚恨不对劲 如同刚开始与自己交手一样 让自己感觉能压下 可又为何能抗下界战 他持续攻击 眼看对方斗篷都被撕开了 而对方竟然没有躲避 略如此 反而让他越忌惮 出手都迟疑了许多 陡然的 录影睁眼 环顾四周 眼中 这周边所有的因果点 如同出现一条条线相连 连成了无数线条 包括那隐藏的因果点都被连成了线 每一条线都是一条路 有路 就有机可循 只要看穿你所有的路线 当你启动的一刻 就可以看穿你自身 录影弯跃刀锋陡然斩出 醉池避让 弯刀忽然转向 在这 成一声轻响 弯刀斩在枷锁之上 将枷锁 斩断部分 这醉池虽强 可自己也不弱 只要被弯刀砍中就是他的末日 醉池急忙后退 录影一步踏出 想跑 此级力量化作锁链甩向醉池 醉池震撼 这个臣如何看穿他的 他能看透因果 自己每一次移动都牵扯到隐藏的因果 不修炼因果之力是很难察觉的 尤其在那么多因果点下 根本就是大海捞针 这个臣凭什么看穿所有的因果点 而且那么快 破了因果禅厮守 对醉池的打击是巨大的 他三道规律境界对录影形成不了压制 而最终的绝对手段被迫 因果向天剑被迫 一朝一世都让醉池陷入下风 面对录影无可阻挡的恐怖力量 与磅驳如冤的死吉 醉池竟一时无法招架 录影不会小看醉池 他必然有独属于其自身的索罪之法 弯道不断斩出 死吉力量锁链让醉池无处可逃 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以绝对手段逃离 可如此一来 还怎么决战 醉成的破碎也就没了意义 唯有吉沙陆影最差也要同归于尽 弯道含月压抑的死吉化作黑暗吞噬而来 即便醉池都有种难以形容的压力 他想起来了 下面汇报过 这个人形骷髅击败圣灭宰下用的就是死吉珠的力量 让这个骷髅战力暴涨 甚至压下了圣灭宰下的因果二重奏 若是这股力量 导演说的过去 呼因果化作肉眼可见的狂风扫荡开来 最迟遥望录影 我最终历史上 能让三道规律抱着同归于尽之心所醉的 都足以记录历史 臣 你也是一个 最终不灭 你臣这个名字将永远保留 说完 身体消失 再出现已经来到录影薄金楚 最终绝对手段你有罪 最终不灭